三番市 最快下周有限开放堂食 治安却惹商户担忧 市长给承诺 治安这里一时都不好的 你看我们这里附近每一个商店 每一天都有星期 有人到里面去打劫 或者是玻璃打烂掉了 反正就晚上半夜 把东西搶了 列治文区开诊所30多年的邱一伟 就说最近的治安真的令整个社区担忧 又加上近日来亚裔被当作攻击目标 发生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 今日市长布里德就来到列治文区走访小商户 除了向各个商户传递 如果遇到困难 一定要及时报警寻求帮助 市长也告知商户们 最快下礼拜 三番市就可以进入到红色区域 开放更多的小商业 不过商户重开的同时 也会担心 会不会一旦打开门做生意 又会被有心之人盯上 本身警员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就已经不足 然而令人更添担忧的是 随着疫情导致了财政赤字加剧 三番市警察局也面临预算削减的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需要解雇警员减少开支 不过 今日市长布里德就澄清 不光如此 市长也宣布了两项措施 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 第一个就是司法伙伴之间的协调合作 具体细节就包括开发跨机构的沟通工具 让不同的部门共通消息 可以确定在一段时间内 犯同一类别罪行的疑犯身份 第二点就是枪支暴力干预项目 三番市将在未来三年获得150万元拨款 用于预防和干预枪支暴力事件的发生 另外 今日新上任掌管劣质文区的警官 Gatano Cotagirani 也说正在制定一个计划 预防以及打击区域内发生的暴窃及暴力事件 天下卫视记者陈宏佳报道